那個媽媽她是背對著門的 突然頭往後移動 對著那個人替他一袖 再隔了一天之後 那個消防員就沒有個人 就失蹤了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講 韓國的真實鬼故事 那另外就之前的幾支影片有講 其實我覺得鬼齁 很多時候其實都是自己嚇自己 我希望大家不要太過度的害怕 因為很多時候其實這沒有那麼誇張 第一支是有關於釜山有一個捷運站 以前叫勢力美術館站 這個站名已經變了 現在改叫Bexco 據說一個男生他是替代義男 但是韓國有些替代義是在捷運站 這位替代義男呢 他是在那個勢力美術館站工作 那他就是定期就要去巡邏了 那因為那個時間點其實也就有點晚了 而且勢力美術館站已經在那條線的 其實蠻尾端的 所以站上當然也沒什麼人 但是他在差不多九點多十點的時候 就看到說 月台最底部最靠近尾端車廂的那個地方 有一個媽媽牽著一個小孩 就站在那個地方 但是他們看起來 就衣服穿黑黑的 頭髮特別長 上發的氣就有點怪怪的 那他就遠遠的看著說 他們怎麼看起來那麼怪 然後他就也沒想太多 就走 然後他隔了三個小時之後 已經快要沒有車子的狀態下 只有最後一班車要來的時候 他就再尋了最後一輪 發現說那對母子呢 還站在那邊 然後他就覺得奇怪了 就已經過了三個小時 那為什麼他們還沒有坐上車 而且他一直一動不動一直站在那個地方 姿勢都會變 他就覺得奇怪了 所以他就慢慢靠近他 想要去了解一下他們什麼狀況 站得越近越不對 他們的膚色就灰灰黑黑的 那個越近看越詭異 他就距離差不多100公尺 然後他就不太敢靠近 然後他就打無線電給他的同事 月台最兩端有一個相機對不對 就拍那個月台狀況 他說不好意思 有沒有看到那個月台 車廂最尾端這邊 有一對母子站在那邊 然後那個無線電對面就說 沒有啊 我只看到你傻傻傻 你不要在那邊發愣 然後回來 然後他就覺得有鬼 然後這時候他其實有點不敢動 我的親身經理在講 你其實要拔腿跑 你也有點害怕 你一有反應他就會有動作 所以你就愣在那邊就不敢動 他那時候就是這個狀況 然後這時候好在有一個 有點喝醉酒 就有一位有點喝醉的大叔 對阿 在近代月台 他就說 那個 欸 欸 那這車子還有嗎 他就問 其實有車嘛對不對 但他 他太害怕了 他希望可以跟這個大叔一起離開 他說 沒有了沒有了沒有了 我帶你 帶你離站 他就帶著 扶著那個 喝醉的大叔離開的時候 正要走上截堤的時候 那車子來了 大叔說 那這不是有車 他說沒有沒有了 那車子是不能坐的 然後他就 就稍微看了一下那個母子 發現那個母子就坐上車 坐上車之後呢 那個媽媽 她是背對著門的 突然頭 往後一倒 對著那個 替代一笑 那這個第二個鬼故事是 有一個男生分享他當兵時候的故事 他說他是在江遠道當兵的 那所以那個男生他剛好當兵的時候 就遇到了江遠道地區的大淹水 那他說他淹大水之後 他要試著去救人 但是那時候其實狀況已經不是救人 其實已經是在找受難者 就是看有沒有遺體 是可以把他撈回來 那他就是跟他的學長 兩人一組之後 就搭著那個橡膠照照片 然後到處去看有沒有 浮在水面上的遺體 那這樣他工作了一整天下來之後 天快黑了 對天快黑了 所以也該收尾了 那剛好看到 遠遠看到有一個 看起來像水草的東西 然後但是他遠看的水草 黑黑的 他就覺得不太可能有水草是黑的 而且淹水 那江遠道其實 不太可能會有水草 因為不是海邊對不對 他覺得那個應該很有可能是大體 所以他就跟學長說 欸學長那個是不是有 一大體在那邊 我們是不是要去 但學長說 你不要亂講 我沒看到東西啊 然後就硬生生就是 就掉頭就回去了 回到軍營之後呢 那個他學長就跟他說 學弟我跟你說 那個我媽是牡蕩 牡蕩就是女巫 韓國女巫 然後我媽曾經跟我說過 當你在水面看到有一隻遺體的 你沒有看到臉 或者是身體的其他部分 那你就不要靠近他 因為意思是說 他是站住的狀態 但是一般正常的人的身體 如果是死了 所以在水面一定是浮起來 所以當你只看到頭髮站在那裡 你絕對不可以靠近他 然後但是這個學弟想說 這個學長也太迷信了吧 現在是有什麼年代 他就嗤嗤一鼻 他就隔天 因為其實就在現場間 還有很多消防員 他跟消防員一起吃飯 就講到昨天那個事情 大家其實也沒有 大概一回事 我想說應該沒什麼 應該其實不是遺體吧 但是其中有一位消防員 比較熱心一點 他說那你說 那個是哪裡看到的 那個學弟就說 在哪邊哪邊 他就指了一個那個地方 結果再隔了一天之後 那個消防員就沒有回來 就失蹤了 好那接著進入到第三個故事 第三個故事是 剛好找到一個衛山 我們家鄉的故事 是有一個人 他說他以前讀的學校的宿舍故事 所以說那個宿舍有一間 501號房間 他那個寢室的設計是兩人一室 就是上下鋪 有一天就是 坐在那裡給一個學生 他是睡下鋪的 他有一天就回到 下課後回到他的寢室 然後他就看到房間裡面 就是他的床上面 上鋪 就有人睡在那邊 他想說 我的室友回來了吧 他的寢室是這樣 床在這一面牆這邊的話 就對面的牆是桌子 然後他就坐在自己的桌子上 看書啊 畫手機子 那他突然就是 恍然大悟一件事情 那個室友的手 手跟腳是露在外面 但手是露了一隻 但腳露出來露了三隻 他看覺得說 怎麼看都看不像是兩個人在裡面的形狀 因為蓋著被子只有腳 跟頭髮這樣露出來 然後他覺得奇怪 而且這個手腳有點晃來晃去 然後他就特別詭異 他就心裡有點發毛 然後他就選擇離開了 那離開之後 他就從樓梯那邊稍微再看了一下 因為他的房間門 我相信住過室舍都知道 室舍很多門是 門上面又有一個玻璃的 這些玻璃看得到上鋪的一點點 他看到有頭髮 他就還是在那邊 所以確定有人躺在那邊睡覺 但他就覺得說 怪了 那個樣子太怪了 所以他再次開門去確認的時候 床上面的人不見了 被子就掀開了 仿佛感覺好像已經有人 睡過離開了一樣 但是沒有人 他覺得很奇怪 但是就周遭的人聽到這個故事也不太相信 那後來他就遇到他那個室友 他說我沒有啊 我沒有睡在那邊 所以他就被當奇怪的人 他就想到好吧 那可能真的是我看錯了還是這種 然後那就算了 但是後來有一次就是他們在睡覺的時候 睡上腹的那個室友 他就被鬼壓床 被鬼壓床的時候 他就睜開來 他就看到一個穿著灰灰的連身裙的一個女孩子 坐在他的小腿上這樣看著 然後他就因為被鬼壓床 其實也沒辦法動作 他覺得很可怕 但我就說了嘛 就是當你真的看到的時候 其實你真的當下 我相信很多人就會選擇 時而不見 他們說沒這回事 然後他就一直告訴我 我看錯了 就閉上眼睛就當沒這回事 結果他睡不久之後呢 他聽到下面那個室友 大叫之後開始哭啊 然後他那時候就醒了 他就去看 然後問說怎麼了 那個睡下面的那個室友就說 剛剛啊 我就不知道怎麼了 我就突然醒來 然後醒來的時候 就看到有一隻腳 從上鋪爬樓梯下來 然後下來之後 他那個是一個女孩子的生命 穿著灰灰的年身裙 然後他下來之後 就看著笑 所以他就被嚇死了 然後就很恐怖 那這件事情之後 就是他們兩個就沒有住那間 就換人住 先搬進這個宿 宿舍來的一個學生了 然後那個媽媽 就又是一位牡丹女巫 她就剛好經過那個武林一號房 就說這間房有問題 然後那個牡丹的家長 他就幫忙寫了一個符 然後說貼在那個下鋪的上面 就是上鋪的底下 就貼在那裡 搬進來住的人 可能是信基督教的 我猜啊 所以他就其實很討厭 看到這種符 這種東西 他自己睡下符 然後把它撕下來 然後隔不久之後 撕下那一符 那一張符 然後睡下符 那一張符 就過世了 然後在那時候 那個房間就基本上就鋪起來了 然後到後便會看 那時候 那個房間 就已經被一割 好了 就可以了 那時候 他的順座 重減 我猜 我在這兒 你 我猜 你 你